上集跟大家介紹黃家加勒比游輪的海洋光譜號 雖然只是玩了半天 但大家肯定看到意猶未盡 今集就儘管加碼玩了幾天 早睡了 大家發現游輪真的很好睡 它很輕微的朗下朗下 很自然就會非常熟睡 完全沒有醒過 一睡醒就已經是看著海 因為我覺得個人還沒睡醒 所以我決定去玩一些刺激一點的東西 讓我選擇電車 秋明山車層還有我 快開始了很緊張 在哪裡啊 終於玩完了 幸好我沒有吃完早餐來玩 不然我會把整個早餐都吐出來 又來到五樓這個酒吧 這個酒吧每天都會有很多遊戲或賣場 可以玩的 我現在玩這個就是顧歌仔 好現在馬上聽 不懂 不懂 不然我聽前就不懂 這個顧歌仔 為什麼這麼困難 我去看我的顧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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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多人都不懂 assunto 她呢 還有幾天的賣場 帶著文句題 這次是鄧麗君 劉德華 以外這兩個也不太熟 如果大家覺得很熟 可以自己 到這裡參加 我們不欠炒 找完這麼精彩刺激的古哥仔之後 我喜歡吃早餐 其實現在已經11點半了 這個時間有點尷尬 因為我一時一時訂了餐廳吃飯 所以我決定去一間咖啡店 坐下來休息一下 一時一時就可以去吃飯 這間270度咖啡廳 採用自助餐形式 有沙律、麵包、蛋糕、咖啡等等的輕食 而且還有270度海景 讓你可以一邊欣賞美景 一邊享咖啡 剛快到了吃飯 我們來到大董異景坊 就會吃我們的午餐 將北京烤鴨名店大董 化身成異景菜的大董異景坊 以東方烈酒和西方紅酒 襯托藝術品般的菜式 而且最有趣的是 這裏的餐單是可以給食客自己畫出來的 大家看到我現在這麼吹 就知道我準備去玩水了 第一樣要挑戰的就是這個沖浪 鴨板衝浪 模擬衝浪器上面的潮浪 長達40呎 在裏面會有3萬加侖的水花向你撲過來 模擬在海洋上面衝浪 大家看到我的樣子就知道有多好玩了 我現在即將去玩 都算是在游輪上數一數而刺激的SKYPAC 其實看別人玩也挺刺激的 我玩得有點腳軟 我的手都在用身體 我剛才雖然好像跳得很矮 但其實跳得很矮 是很有離心力的 但比較可惜的是 它本身是連VR一起玩 但很可惜 這次他們的VR是不能玩的 如果有VR就應該會更好玩 不過真的有點累 它玩一次就3分鐘 但因為太累了 所以我就玩不著 對不起公司 不要求我薪金 下次我會盡力的 玩得這麼辛苦 唯有吃一頓好的補償客 今晚我就預訂了這間全日本料理 即叫即制的壽司和刺身等等美食 以最上等的材料製成 不但賣相吸引 而且味道豐富 現在吃飽了 那吃飽要做甚麼 當然要喝酒 上船怎可以不喝酒 但這裡有一間酒吧 是超可愛的 大家一起來看看 帶大家認識一下 這兩位機械人調酒師 他們都懂得混酒 只需要用附近的平板電腦 就可以透過應用程式落單 然後你就可以一上來的 機械人調酒師 怎樣幫你調酒 終於到我了 那我一起來叫一杯酒 先喝一下 Cheers 好喝 但這個機械人酒吧 只能夠沖一些比較簡單的飲品 例如有些失望的是它沒有湯匙水 那些 如果你想喝Cheers 那些 就可能要去他們的酒吧 那裡喝 這裡的選擇很有效 短短兩集 當然拍不完整個海洋光譜號的活動 自從公海油開航之後 反應非常熱烈 他們更宣布加開航程 至到2022年的2月 你都快點來享受一下吧